大家好,歡迎來源氏咖啡,我是俊圓 今天我們來開箱介紹的是 Ezpresso的旗艦手搖磨豆機 K-Ultra 那我們來把它打開看看 它外觀一樣是 他們現在都是這種很簡約的一個紙盒的包裝 那打開裡面就是它的一個外出帶的設計 然後還會有一張他們的卡片 通常它這個卡片呢 上面就是一個QR-Code 那你掃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他們磨豆機的使用說明書 還有它建議磨的除細的刻度 都可以從這個QR-Code掃進去來看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袋子 它現在有送這個袋子 我覺得外出的時候很方便 因為我們的磨豆機就裝在裡面 那你要外出的時候 就可以放到裡面帶出去 就不用擔心它會碰撞、受傷的狀況 但是呢 其實最近我有拿到幾款他們的磨豆機 看起來本來以為它是好像 每一隻都是一樣的這個袋子 但是它其實在細節上也是蠻講究的 它都有依照每一個磨豆機 它的外觀 來做好這個它的收納的位置 所以是沒有辦法去拿別的來放進來 它可能會長短、粗細、差一點點 就沒有這麼合身 好那我們就把裡面的磨豆機拿出來 包裝裡面除了磨豆機之外 還有一個紫滑圈 如果當你在磨的時候 你覺得需要紫滑圈的幫助的話 你可以把它套上去 還有一個吹球 那另外還有一個清潔用的毛刷 那他們現在系列裡面 有蠻多款不同型號的磨豆機 那可能每一款它附的配件會稍微有不同 不過這一隻K-Altra既然是這個旗艦機了 它附的是很完整的 所以你在購買的時候 自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看你所想買的機型 是不是有你所想要的配件 但沒有的話應該都是可以再加購的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磨豆機的本身 它其實設計上面跟它之前出的幾款磨豆機 外觀上有一點不一樣的是 它的造型上是比較圓滑圓潤的感覺 那之前是比較這個方正 它的所有的轉角 可能都是比較這種直線直角的感覺 但這一次呢 他們加入了很多這種圓弧的質感在裡面 這樣整個磨豆機看起來 它的這個外觀上更圓潤 比較不一樣的一個設計 它的重量放在手上我覺得是蠻紮實的 但不至於到很重 所以這個重量我覺得還算蠻剛好的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粉杯是磁吸粉杯 那磁吸粉杯的使用方式就是 你不要硬拔 因為硬拔的話它這個強力磁鐵是吸的蠻緊的 那如果當你磨完豆用往下硬拔的方式 可能就容易會把它粉灑出來 其實磁吸粉杯你只要稍微往側邊轉一點點 它的磁鐵錯開之後很容易就可以分離開來 那我們放回去的時候也是你只要對上它就洗好 所以其實磁吸粉杯真的是非常方便 如果你已經習慣了用磁吸粉杯的話 就真的是回不去了 也這種方便的感覺 跟一般要慢慢螺旋轉上去的 它的這個差異是蠻大的 我們來看一下磨豆機的底部 那它的底部上面的設計上面有做一些修改 那之前我手上有另外一支是J-MAX 那J-MAX的話它的這個周圍跟磨豆機的刀盤 它是比較接近的 所以它會有一個縫隙感覺是比較難去清潔 那要用比較細的刷子去刷或是用吹球清 才容易把裡面的殘粉清出來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目前它這樣子的設計是 它並沒有那個細的溝槽了 所以我想等一下如果磨完要清潔的時候 用刷子或用吹球都可以很簡單的 因為它整個構造上面是變得更沒有那些細小的縫隙 那清潔上應該會更容易一點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它這個粗細調整的部分 上方有一個紅點 那這個紅點對應到的就是目前我們的粗細調整到的位置 那這一次呢 我們在它的這個調整環上面看到了9這個數字 因為之前它的磨豆機裡面 你會發現它的這個1234567 它不一定是有完整的1到9 但是這一次呢 我們就從0 然後123456789 到第9格有看到 那它每一格裡面又可以分成10小格 所以它總共就會有100個顆度可以調 那它這個是直調式的設計 所以你直接可以轉到你要的粗細 那它的精細度也切得滿細的 那應該都可以讓你去找到你最適合的粗細 那尤其這台磨豆機它是屬於義式、手沖、兩者都可以使用的磨豆機 當然你在做義式的微調上面 應該也可以滿好來做使用的 那我們在轉這個調整的時候 我覺得它手感滿好的 它這個旗艦機啊 真的是讓我們有感覺到一個非常非常不錯的質感 它的這個轉起來不會太鬆 但是又有一定的這個段落感 所以你很容易的可以去調整到你想要的這個粗細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是它這一次特別設計的一個搖壁 那這個搖壁其實我們目前做裝上來 這個在搖的時候感覺是滿好實力的 它的長度啊它的角度 設計上覺得不錯 那這一次它有個特別的設計就是 它可以把這個搖壁折起來 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設計 一般很少看到磨豆機有這樣的設計 它把它折起來之後它會變成這樣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把它折起來是因為 通常我們的搖壁如果在展開的狀態下 它容易讓磨豆機的重心是不穩固的 不穩定的 那你如果這樣放著的時候 很容易不小心它會倒掉 那倒掉的話可能就會傷到這個磨豆機 所以當它把這個搖壁把它收折起來的時候 它的重心是比較穩的 所以當你在放置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這樣子直立的放置 那當然你還是要小心不要撞到它 但是相對來講它的重心就會比一般我們 如果搖壁是展開的狀態之下 是穩定蠻多的 那它的使用方式是把它往內推 往內推之後它就可以去做旋轉 就可以展開了 那因為我們的施力方向 在磨豆的時候這樣旋轉的時候 其實不太可能會去推到它 所以我們在磨的時候 不會去不小心就把它折彎了 但是當你要收納的時候 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往內推 然後往下做一個旋轉 它就收起來了 那接下來我準備一些淺焙的咖啡豆 我們來實際摸摸看它的手感 那它所建議的 手沖的刻度是在8到9之間 那我就先抓一個中間 8.5我們來摸摸看 試試看它摸出來的粗細 跟摸起來的手感 那我們現在感覺 摸起來它的力量上面 它是屬於中等 就是說它不會像這個Z-T6這麼的省力 但也不至於到像這個J-Maze 這麼的用力 我覺得它算是比較中等的 而且它進度效率很快 像我們這樣摸一摸 很快的它就摸完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用這個咖啡粉 來實際沖煮看看 我們剛才喝了這個K-Ultra 磨出來的咖啡粉 沖煮出來的咖啡 我覺得這支摩豆機的表現 是屬於平衡型的 在各方面的表現都很不錯 那它在這個咖啡的明亮感 跟這個酸質 我覺得有適當的把它表現出來 在它的甜感跟厚實度上面 也都有呈現的蠻好的 那它的乾淨度我覺得表現得很好 讓整個咖啡喝起來 把咖啡本身好的味道凸顯出來 讓它裡面的香味、甜味、好的風味 都可以很明顯的喝到 所以這支摩豆機它的定位 是它們的旗艦機 那也是一個全能型的機種 它可以手沖也可以意識 那在手沖的表現上 又是各方面都表現得蠻不錯的 所以它出來的咖啡就是一個 蠻平衡的風味 你要酸質有酸質 要甜感有甜感 明亮感、厚實度 都表現得蠻不錯的 讓你的咖啡可以有一個 很好的風味的呈現 這支摩豆機的整體設計 我覺得是很成熟 包含它特殊的搖柄的一個設計 那它的粗細調整上面 可以更精細 而且更直覺的去調整 那整個摩豆機握持的手感上 扎實 那也很容易可以把它握緊 那它的粉杯 一個磁吸粉杯 使用上是非常的方便 在清潔上也蠻容易的 那研磨出來的咖啡粉 沖煮出來的咖啡 它是一個平衡的風味 讓一支咖啡 各方面的優點 都能夠很好的展現出來 所以我想這個K-Ultra 作為Easy Prezzo的旗艦機 應該可以說是當之無愧 它是一個非常全能型的機種 可以溢式也可以手沖 可以讓咖啡的風味 很好的去呈現出來 那如果你對於手搖磨豆機 比較講究 那講究它的使用的手感 它的一些使用的方便性 還有它研磨出來的咖啡風味的話 我想K-Ultra 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這次我們今天跟大家開箱分享 Easy Prezzo推出的旗艦手搖磨豆機 K-Ultra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都可以來嘗試看看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